看到了吗 这里多了一个洞 为什么会多个洞呢 这是今天特意大的 来 苗总 干活 可以的 我觉得 怎么塞个头进去 好像下面的没有那么粗 得让师傅再重新帮我们弄一下 好 从这个箱子里面 我们把所有抽屉都拿出来了 可以看看 这是我们后面的管路看到了吗 那两颗这是冷热水管 这个位置 是我们上面放日常的小物件的那个抽屉 这个抽屉就是 是我放调料的那个抽屉 对 大家一定有印象 它里边是这样的 这根管道是干嘛的 那是 等一下我看看 那是电线 这电线 那我们待会儿那个水管 纯净水的水管 就从这里下来绑到一块就好了 对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从这里掏出来吗 就是 这板是怎么搞的 从里面吗 哦 哦 这里就是逆变器是吧 嗯 等一下我把那管从这里穿出来的时候 你帮我扯过来就是了 好 好拿到了 嗯 嗯 就扯到这边吧 然后到时候再看吧 嗯 反正留够上面用的就行了嘛 哦 哦 然后把它盖上就完了 就这样穿着就行了吧 行 谢谢谢谢 谢谢师傅 那先给你拿换 然后我给你炸一下 把它炸一下 哦好 谢谢 然后师傅现在在帮我们扎绑带 就是刚才那一堆线我现在拍不着 刚才那堆线是需要把它们绑在一起绑得好好的 这样子行车的过程它就不会到处晃 也可以避免很多的摩擦 这个就是爪爪的调料箱 很难弄不 辛苦师傅了 好了 还原了 这个管子呢 稍微粗了一丢丢 但是不是特别粗 因为这根管子是我们自己配的 卖家说了给我发一根三米的 他没给我发 所以我们得自己处理一下这个管子 这个火烧一烧我决定 然后让它软化一点再把它烫上去 然后再捏一捏嘛 烫到了吗 好像把它烧得更大了呢 我去 不行怎么办 不行啊 我们用玻璃胶把它打在上面 那能喝吗 因为刚才尝试失败了 所以我又尝试了第二个办法 觉得这个稍微靠谱一点 好吧 起码它是物理的 物理的就意味着它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物质 这毕竟是要喝的水 行吗 这样就直接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是拿酒精先喷一遍 OK了吗 我觉得OK了 撕着洗不可以 喷它一下 好了 这个管子我们先把它都丢进去 然后这小半箱水是不喝的 我们拿来把它给冲洗一下 这样插进去还是很方便的 对吧 那个管子应该是平躺在地上才可以吸到最下面的水 这没平躺吗 翘起来了 翘起来了 现在换一下 一会再弄一会再剪 你觉得能抽上来吗 我希望能抽上来 可以了 哇 可以了 可以了 看一下这漏不漏水 之前我们要喝上水 就必须是把那个纯净水的水桶 这个桶 这个桶 然后灌到后面 灌通箱的一个位置 然后灌完一桶之后再提上来 提上来以后直接喝 或者是倒进咱们的养生壶里把它烧开了 那现在我们不用出门了 也不用下去了 就直接在这一按就可以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咱们那个桶现在有点点小 就是装不满 就是一个纯净水桶的水 可能每次都还是要用这个小桶储存一些 但是还好 我又找出来一个配送的这个玩意儿 然后我刚才试了一下 应该可以插在这个稍粗一点的管子上 然后插在这上面 就会刚好就不用扎这个扎袋这么丑 我们出去弄一下 行 这么多 再多剪掉一点行不 我害怕 好吧 看在这里边 可以的吗 刚才我都捅进去了 需要一些耐心 以及很多时间 对于厨子来说 耐心和时间都不是什么太成问题的事情 看看这样行不行 哪个红色的也只是证明了 你根本没爱过我 要是你爱过我的话 你会选择一搏一样的绿色 哎 哎不行 哦 为什么呀 不知道耶 我们现在给它弄了个专属位置 然后把它的管子卡在这个线卡里头了 希望它蒸汽一点 来 哎 比刚才水好了很多 可以的 还需要再用那个扎袋再扎一次吗 比方万一 应该不用了 不用了 那还是再扎一次吧 毕竟车上比较陡 嗯 为了保证它绝对不漏水 我们在外面再扎一个扎袋 毕竟车上比较颠簸 虽然是这样两层 但是还是担心它脱落 扎在这个 扎我一点 扎我一点 后面一点 好了 再把它扎到这里 OK 完美 哎呀 解决大问题了 好了 可以让他们上来喝茶了 好